不想替你解释 给我出去 这不是那块陶佩吗 怎么会在他身上 阿姨 这块东西是我的 这东西哪儿来的 我从生下来 就一直戴在身上了 之前没注意 这个周红英 长得还真有几分 像年轻时候的永和 难道 他就是那个贱人的种 阿姨 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来了 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还给我 谢谢阿姨 我带替我妈 再次跟你道歉 我没事 只是 阿姨她为什么会这么对我 是不是我之前哪里得罪她了 也许我妈觉得我不够努力吧 在这个时候 她希望我能好好打拼事业 不希望我因为其他的事情而分心 所以她才对你这种态度 什么 你说陶佩在周红英的身上 会不会看错了 我看得可仔细了 那绝对是宇天亲手做的没错 以前这个陶佩啊 在小语身上 红英那又帮过小语 会不会是小语送给她的 谁会随便把这种东西送给别人呢 你想想看 这个周红英 可是周本身跟伊莲的养女 她的身世本来就是不清不楚的 而且是周红英她亲口告诉我 这陶佩是把她出生就带在身上的 这还假得了吗 永泰 这周红英的身世 一定要尽快查个水落石出 要不然我每天晚上都会睡不着 平平 你放心 我的血液样本呢 已经和老狐狸的血液样本 对调了 只要拿老狐狸的血液样本 和周红英的血液样本 做个DNA测试 结果就会清楚了 一旦要是确定周红英就是白家的种 那就绝对不能让她再留在白狐旗 平平 我现在马上去医院 找人做DNA测试 你尊敬也幽稚点 别让老狐狸再起一兴了 嗯 嗯 幽婶 夫人 就灵在家吗 在家 和周小姐到书房里去了 知道了 好的 夫人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阿姨 您好 你凭什么动我爸的东西 我刚才在看布料 突然发现就 周鸿莺 你是笼子吗 昨天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今天竟然还敢上门 我清清楚楚地说 要你离我儿子远一点 怎么 今天是特意来给我难堪 还是听不懂人话 不是的 我是来调布料 总监他 我不懂